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米越一招手 大结局 第三回 法国历史上 有一次大革命 对吧 这让法国成为革命的胜地 马赛曲成为一切向往自由的人们心中的战歌 这场大革命成为后来无数文学作品的背景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秩序 但你知道吗 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 其实也是这样一次大革命 这场大革命当时是地主们站起来 推翻了奴隶主的统治 米越赶上的这个时期 正是这场大革命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就从大革命的角度 给大家讲讲米越那个时代 你想想 这是一个说 没事干 关上门来搞宫廷斗争的事吗 如果那样 你真的错过了这个大革命了 周朝是公认的奴隶制的最高潮 周天子分封的这些贵族 其实都是奴隶主 奴隶主的世界是很有秩序的 天子管诸侯 诸侯管贵族 贵族管奴隶 奴隶管牛羊 我们的世界曾经按照这个秩序 平平安安的走过了四千年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从春秋时代开始 有另一个社会阶层出现 他们不是奴隶 也不是奴隶主 他们是平民 平民最后聚集在贵族的土地上 建立起城市 管理这些城市的人叫做士大夫 最早的士大夫也是贵族任命的 但到了后来 在平民的支持下 这些士大夫成为实力 远远超过周天子分封的 那些贵族的新贵族 这个世界到底是属于谁的 是周天子的 还是我们的 谁才是我们土地的主人 是贵族们 还是我们 我们这些普通人 能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 这些问题 其实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资产阶级和城市 无产者们也是这样 问法国贵族的 这种全社会的大革命 其实都是有先兆的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时代 就是这场大革命的前兆 这就和五四运动 是后来革命的大中国近代革命的前兆 是一样的 诸子百家的时代 就是封建革命的序曲 一场革命 第一场革命 发生在齐国 齐国的田姓贵族发动叛乱 推翻了原来的奴隶主 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但革命最终失败了 因为田姓贵族在取得政权以后 走回了贵族的老路 田齐带履齐 大王是换了一个 可是一切又照旧了 紧跟着第二场革命爆发了 发生在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靖国 十几个士大夫联合起来 推翻了靖国国军 但这场战争 这场革命失败了 靖国随后陷入内乱 十几个士大夫为了争夺土地 打成一片 最终靖国分裂成三个国家 赵国 魏国 和韩国 他们最终也都走了齐国的老路 革命者蜕变成新贵族 战国七雄里 其实有四个是革命的产物 但是革命并不成功 还剩下三个国家 是吧 战国七雄 还剩下三个 秦国 楚国 和燕国 燕国后来也搞了士大夫革命 初期呢 也算是成功了 但是在各种反动势力的镇压下 燕国的士大夫革命 最终失败了 没有能产生新政权 士大夫政权夭折了 楚国的士大夫革命 其实假以时日 可能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 取得成功 只是因为楚国一个是 他处的位置比较偏远 而且楚国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他国内势力的斗争 特别激烈 所以楚国 他国内士大夫革命的过程比较长 但其实你说 楚国革命就是成功了 又能怎样呢 楚国其实也没有 一定就能走出 这种蜕变 从革命者蜕变成新贵族的 一定吗 我们也没有看到 楚国就一定摆脱这种宿命 春秋和战国其实是不同的 战国是一茬新国家 战国的诸侯战争和春秋的诸侯战争 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战国是政权之战 是土地之战 真的是这个世界将来 谁说了算 秦国是唯一一个革命成功的国家 前几段我们讲故事的时候 我看到有朋友刘帖说 秦国成功是因为秦国的贵族比较弱 其实不是 秦国是老牌的贵族国家 他们国内的贵族不但强大 而且秦国的贵族特别保守 实际上秦国革命和其他这些国家不同 一向起义国 晋国 燕国 他们革命都是内部的 是内乱 是来自国家内部的革命 秦国不是 秦国国内没啥不同声音 因为旧贵族是铁板一块 秦国在此以前 士大夫根本就不能算是一股力量 秦国是贵族一统天下 原本没有士大夫革命可能的 可是问题其实是秦王的势力不强 这不符合秦王的利益 于是秦王主动从国外引进了革命 为的是什么 夺权 夺取旧贵族手中的权力 秦国的革命其实反反复复 跌宕起伏 但最终在秦桧文王的时候 取得了成功 阶段性的成果 就是秦国开始建立强大的王权 大量的自由民奴隶 开始逃亡到秦国 秦国一下子从一个偏远的国家 变成了当时一个经济迅速腾飞的国家 但是这种革命的势头 遭到了其他国家 这些新贵族国家的敌视 我们今天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秦国和周围这些国家 有价值观上的不同 秦桧文王遇到芈月的时候 正是秦王鼎盛的时候 但随后 秦国一边是受到周边 价值观同盟来自外部的围攻 另一方面遇到了内部 突然因为大量移民和军工节制度 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夺权的压力 内忧外患 秦国从这以后 就开始从巅峰滑向低谷 似曾相识是什么 你觉得呢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意思 很值得写一写的时代背景吗 礼崩乐坏系 挖府雷鸣 这据说是孟子的一篇文章 礼崩乐坏 这是当时贵族 看待士大夫革命的观点 秦王的孤独 你能理解吗 你觉得 谁是当代的秦王寺呢 秦王寺一生 三次面临五国发情 几乎遇到天下贵族的耻笑 甚至你看 楚离子是年纪很大 才出来帮秦王做事的 什么意思呢 自家人都不蹚这趟浑水 一个红颜知己 你说对于这位孤独的秦王 得有多重要 体制规定了 秦王只能和贵族交往 他以往交往的所有女人都是贵族 只有芈月不是 芈月是贵国 是楚国的平民 是吧 然后是是草原人的奴隶 现在的身份是翻飞 外族进贡来的飞子 这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 对于秦王寺来说 这样的人可遇而不可求 十几年的草原生活 让芈月的性格发生了转变 草原人都热烈的像一团火 当一颗冷漠冰结的心 遇到这样一团火呢 可不就融化了吗 而芈月呢 这可能是芈月入道 遇到的第一个真心呵护她的男人 与楚王的始乱中气 和义渠王的野蛮征服相比 我们真的应该为这个苦命的女子 遇到一个好归宿而高兴 没有所谓的宫廷斗争 因为秦王现在是一心一意就和芈月好 秦王前的前面十几年 应该生了五个儿子 和五个不同的女人生的 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 这十几年遇到芈月以后 就只跟芈月生过孩子 不是一个 是三个 芈月不再是一个妃子 一个为秦王生孩子的工具 她现在是秦王生命中的一部分 于是芈月开始走进秦王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觉得秦国开成一家夫妻店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是在秦王最孤独的时候 芈月走进了秦王的世界 成为秦王最信任的人 当秦王病重的时候 大约有那么一两年 是芈月在领导这个国家 我觉得这要是拍成一部戏 把秦国的那些年 那些事 加上秦王和芈月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管理这个国家 重新讲述一下 我认为真的是严丝合风 秦国那些年 就是这样 在冰天雪地里 夫妻两个相互支持 在温情中走过的 当然芈月的风光背后 有人爱就必有人恨 秦国的老贵族 现在胜不下几个 甚至以楚离子为首的 这些老贵族 实际上是支持芈月的 你知道吗 楚离子一生是死心塌地 跟着自己这个嫂子的 恨芈月的 其实是那些新贵族 就是这样 所谓的革命者 革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最终他们在获得利益以后 有些革命者会蜕变为新贵族 为信仰而战 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是遮羞不 还是说利益吧 至少这比较现实点 那些在秦王寺 秦文王寺 秦桧文王 早期 中期 得到好处的人 突然开始形成一股势力 这就是秦国的新贵族 新贵族开始谋求 他们利益的最大化 怎么办呢 继续秦王的革命吗 当然不能 秦王的世界 你为他立了功 你就会得到分赏 对于这些人 确实他们为秦国立过功 但他们的儿子们没有 于是这帮人开始转向 成为新贵族 从革命者变成 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最终蜕变为反革命 他们要像旧贵族那样 让我的儿子孙子 继承我的这份功绩 我打下的江山 就得分给我的子孙 于是当秦王的身体开始 不如以前的时候 夺敌之争突然就爆发 改革在经过一个上升期以后 突然进入一个瓶颈器 既得利益成为阻碍改革前进的绊脚石 而当时的旧事 当这种势力和旧势力结合起来 突然就变成一股逆流 秦国的改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撞上了一座看不见的冰山 一下子就陷入到这股逆流中 确实在秦桧文王最后几年 秦国是每况愈下 大秦王朝走到十字街头 秦国将走向何方 关键是秦王此时已经不再健康 国家失去了剁手 大秦王朝随波逐流 可是改革就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米越是这个时期实际上国家的领导人 但他的初期的执政 在秦桧文王末期 他的执政不算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他没有像吕后武则天那样 老公一死 一下子就接班夫妻店的原因 你做的不好 大家不信任你 觉得甚至觉得是你一把企业搞坏了 当然没有人拥护你了 可是后来大家发现 新上来的这个领导人还不如米越 而米越在反思以后呢 提出了能重新凝聚大家精神的方案 当可以说再重新选一次的时候 大家第二次选择秦国掌门人的时候 这才选择了米越 我心里米越和秦王四这一段 就不全是感情戏了 米越的复杂家庭 米越的感情挫折 米越的苦难人生 现在都有了回报 变成一个女人坚强的内心的一部分 米越拥有心智上的成熟 从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政治家 在丈夫死后 米越最终掌握了丈夫留下的企业 在股东大会上所有人起立 在一片掌声中这位女掌门人走向只属于他的讲台 秦王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大时代 改革面对的问题大体上都是相似的 甚至是可以对号入座的 米越传其实是有所指的 完全可以被写成一部史诗 不是说古人 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米越并不是一个传奇 不仅仅是一个传奇 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就生活在和米越大体相当的一样的一场变革中 我们这个时代 需要有人为我们树碑力转 我真的很惋惜一个能产生大众马的题材 被写成这样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我们讲米越的下课和再次疏散 人生起门 真的 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 越是成功 其实越需要担当 米越传也可以讲成一个励志故事的 也可以讲成一份心灵鸡汤的 好了 明天我们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